张松是一周末刘章的谋士 杨松是刘章的死敌张鲁的谋士 这两个谋士虽然名为松 却没有遂寒三友之一的松的风格与节操 两个人其实也不惜松 只是他们并不为其主攻谋 而只为自己想 他们是活生生地将刘章的西川和张鲁的东川给谋 去了 这固然也由于刘章 张鲁的安若 却与刘章二人不幸遇上了这两颗 不是什么好祸色的松 有很大的关联 刘章对张松可谓言听计从 对于张松的引狼入世 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可刘章却对张松信任不疑 心如排斥 直到看到张松里应外合于刘备的书信 才知道自己看错了人 将张松杀掉已经无济于事 只能毁之晚矣 张鲁对杨松也言听计从 反对的人里只有一个言谱 因为没能像刘章那样幸运 没有截获到杨松写给曹操的吃里巴外的书信 所以又没有及时发现阴谋 直到自己被卖得无路可走了之后 才知道这个他非常信任的人 原来是个内奸 可惜为时已晚 自己已经做了俘虏 不能亲自手刃兼人 我想他心里的又悔又恨是怎样的惨大 好在曹操这个时候 特别需要别人对自己忠心耿耿 如果他的部下们都有样学样 那他也有可能被背叛 不仅为之坐不安稳 还有被谋害的可能 于是将杨松斩首示众 总算是替张鲁出了一口恶气 同时卖国求荣 张松显得异常的积极主动 不知道是什么动机 出于何种原因 而杨松则完全源于贪婪 像张松那样莫名其妙的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寻找强人投靠的人不多 而像杨松这样为了一己私利 有乃便是娘儿出卖别人的人责入 横河杀术 使不绝书杨松这类人的卖国 始终是利益驱动的 是与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 杨松在《三国演艺遗书》里 一共出现四次 一次是他的弟弟杨柏和他商议 怎么对付马超 因为武艺超群的马超投靠张鲁之后 深得张鲁喜欢 张鲁要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刚刚死去妻子的他 作为张鲁大将的杨柏 以马超妻子遭残 或是马超自己害的为由 劝张鲁不要嫁女 这显然因为马超 一旦成为张鲁的成龙快戏 自己的地位便受到挑战 张鲁算得上是一个很稀里糊涂的人 也是一个很没有主意的人 一听谗言 便当即打消嫁女的念头 也许是意识到某种潜在的危机 杨柏 杨松兄弟俩是他的一文一武吗 也许根本就是觉得言之有理 毕竟他最缺乏的就是判断力 可是脑子不好使也就罢了 嘴还把不住门 如果不是他口无遮拦地把话说了出去 就是他们意识不密 几个人一定的事 却被人告了密 让马超知道了自己出而反而的真相 这无意是自己在内部制造了一个矛盾 结果马超果然心怀怨恨 扬言要杀了杨柏 以解心头之恨 这就有了杨氏兄弟二人密谋的一幕场景 紧接着的一次是刘章手下的黄泉来见杨松 原因是刘章被刘备打得受不了了 而向张鲁求救 张鲁和刘章有事仇 案里应该不但会见死不救 而且应该落井下石的报仇血恨 别说接刀杀人了 现在有人在帮自己打击仇人 那还不乐见其成 可是有些事就是让人想不通 也明白不管什么事都可以实在人为 当杨松引来黄泉 以纯王齿寒的厉害或道理劝说张鲁 并说有二十周的地盘相送的时候 张鲁就利于熏心的一下子找不到北了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什么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或夺妻之恨都是可以放下的 他竟然还就答应了 这也可见杨松在张鲁心里的分量 换做别人 还真不能让张鲁放弃立场 这就引来了婚事上预措 而立功心切的马超的挺身而出 马超说要生擒刘备 让刘章割让二十周 张鲁健有人主动请英 自然十分高兴 随即点了两万兵马给马超 马超以高人胆大 这个曾经将曹操大军 打得丢亏气甲的战将 当然并非浪得虚名 这就有了他与张飞的厮杀较量的精彩武器 马超在战场上的英姿勃发 英雄无畏 让爱惜人才的刘备连连叫好 人言谨马超 名不虚传 争虎将也 并决心将他罗至账下 这对于凶罗万象的孔明 不过是小菜一碟 只要掠施小技就可以得到 这个被非常看好的潜力骨 孔明的小技就两条 一是禁书与张鲁 保卫汉宁王 再一个就是贿赂杨松 因为杨松极贪 前一条利用 后一条策反 果然当孙前送了金珠给杨松之后 杨松就极力地对张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了 而且非常有地方使得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那就是对马超下药 他先是让不打败刘备绝不收兵的马超罢兵 马超不肯 杨松便说他一语谋反 马超经不住再三再四地催促而回兵 杨松又说他闭怀一心 使得马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料事如神的孔明自然心知肚明 派人一游睡 马超就迫于无奈的弃暗投明了 一个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一肚子坏水的杨松 身上怀揣着一颗颗定时炸弹 一有利益的引线 就会对张鲁进行爆破 才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主公 也不管你对我怎么样的信任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 谁给我好处我就给谁办好事情 无论哪一个人遇上这样的人 都注定倒八辈子的险媚 杨松的贪婪名声在外 而又为高权重 当然是要打张鲁主义的人关注的对象 杨松被刘备 孔明利用了一次之后 因为没有被稀里糊涂过日子的张鲁疏远 而还有利用价值 于是杨松接着又被曹操再次利用 这次利用是为了张鲁手下的另一个大将庞德 彭德的英勇曹操早就知道 求财若渴的曹操很想得到他 决定让张和、夏侯渊、徐晃、徐楚的车轮战 使之力发之后将他活捉 可是彭德确实英雄了的 居然力战四将而无巨色 曹操此计不成 假许便献上另一计 那就是利用杨松 手法当然与孔明如出一辙 送金箔给杨松 让他对张鲁见机说彭德的坏话 杨松这个人好使就好使 在张鲁对他简直 信任到百依百顺无以复价的地步 果然杨松百般陷害 致使彭德在张鲁的责骂威吓下 意气用事 跌进了曹操的线坑之中 最终投降曹操 杨松进而写信给曹操 愿为内应 将张鲁彻底出卖 张鲁的汉中就这样落到了曹操的手里 只是曹操得了笼而不忘术 后来汉中还是归到了刘备的名下 杨松得了好处有一个好处 就是会尽心尽力 为给自己好处的人办事 这比起有些得了好处 还不给办事的人当然要高尚 一些 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人 所以才会让人有机可乘 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利和利益 这种通过会 路德行是策反敌人的计策 在36级里叫反见计 历史上像杨松这样的人 随便搬起指头就能够说出一大串 比如亥得连颇老以上能犯否的锅开 亥得无子虚说 将自己的头颅挂在城门 看越国人怎么打进来的薄皮 害了越飞驱死风波亭的秦贵 这样的小人从盘古至今一直长生不率 就是因为有专制政治这个土壤孕育 即使前面有栩栩多多活生生的栗子摆着 也不能够使人警醒 因为他们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到黄河心不死 也因为他们也被利益 权力所左右 所蒙蔽 看不到潜在的危机 所以不断地重蹈覆辙 像刘章张鲁那样 到真相大白之后才会知无极 杨松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可是小人物实在不可小看 哪个大人物小看了 就很有可能会出大事 不仅张鲁 刘章他们是这样 就是曹操刘备孙权 如果小看了某个小人物 也会功败垂成 所以刘备有一句话说得好 勿以恶笑而为之 勿以善笑而不为 我想刘备是过来人 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这么多人物败垂成 我再次刘备是过来人物败垂成